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烧仙草 羽原冰 猪脚饭 牛肉面 这些中华美食的台湾成长蜕变 也偏地开花 根据经济部统计 服务业已占台湾GDP总额的73% 估计相关就业人口已达58% 拥有庞大从业人口的台湾餐饮服务业 正迈入品牌化精致化的阶段 台湾跟其他这些国家比较起来 我们在餐饮业算是一个非常用功专业的一个国家 其实很多国家他们会跑回来台湾寻求 台湾现在流行什么 台湾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年的这个连锁加工厂 几乎是全球华人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指标 台湾以外的很多的国际市场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种竞争流市场 像我知道仙力仙他的修行小站 他在那个澳洲也已经60家的店了 他的业绩都比台湾还好 单店业绩都比台湾还好 他如果光一年从台湾输出的沿路料 就五六千万的台币 你看这一种 其实这种售钱回流在台湾的收益 是在连锁产业未来的五到十年是最大的一个利多 能够不停复制成功经验的连锁餐饮业 成为台商成功外销海外的明星业种 2006年预估 在海外拓展的台湾餐饮品牌数 已经突破一百大关 这些遍布全球 上百个中小型企业老板的成功秘诀 除了别出新材的餐点设计 品牌架构 还有口味上的求新求变 更重要的是对品质的坚持 所以说我就是说 品质的这种真材实料 感动的感觉 然后煮出台湾牛肉面的味道 然后蛮荣幸的就是说 在这个开店的过程 我当然了解到 就是品质 还有我们怎样去做行销 那我们今天就是说 我在汐止有建立一个中央厨房 那花了大概也五千万 按这方面才能够把 确保它的品质 怎么样利用我们的一个标准化的作业 让它是很轻松容易的把它做成 要不然真的是要吃到一个这么工序 这么复杂的东西 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想就是我们这样的用心吧 然后当时老板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他还坚持不要放防腐剂啊 色素啊 相信这些东西 让我们的工序就更辛苦了 那我们的保存期也很短 可是呢 这些理念都受到消费者的认同 好不容易便手之足 才站稳脚步的台湾餐饮业者 海外展店成了不得不下的一步棋 专卖古早味刷冰的仙玉仙 与传承三十年的老董牛肉面 豆布月儿童选在中国上海 首度向世界餐饮品牌挑战 在大陆的餐饮这些巨头 来台湾就是学习考察 他们觉得今天来到老董 他也看到台湾的牛肉面真的味道是什么 因为在大陆吃到没有吃到台湾特别的味道 他们吃到很感动 我觉得这就一个机会 上海是一个万商云集的地方 包括全球各地 它不只是一个中国 那我们要把台湾的这一个甜品 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推出 对我们来讲很大压力也很大挑战 那我们在进入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小心 如果再充一点的话 也许我们已经开完店了 但对我们来讲 有太多的东西要克服 今天他们所吃到的 是让他们觉得很惊讶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优势 所以说但是这个优势 这几年如果没有好好把握 机会即将被取代 我觉得说我们自己要以平常心 但是要更积极的心去扩展 灵活静策略 努力精进口味上的创新 这些驾驾的台湾好味道 正以稳定的速度 惊人的成长 悄悄地在海外拓展台湾的美味版图 感谢观看